山陀儿台风带来好大雨 也造成七堵区自强路一带一度积淹水 影响住家及交通安全 当地居民都希望可以解决改善 长年来困扰大家的这个问题 接获陈勤的市议员曾义芳 特地邀及当地自强里长张仁化 七堵区长冯吉安以及市政府产发处 和公务处河川水利科等相关单位人员 办理会刊 会刊时也发现其实大雨停歇时 道路旁边石措坑溪的吸水量变少 溪流高度早已经降低 但是道路上同样积淹水不退 原因就出在自强路这里采取河道分离 也就是道路和溪流间的堤防护栏 是没有排水孔的 这次山陀尔台风 我们发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边的溪流的水 水位已经下降了 但是我们路面上的水卸不掉 那这路面上的水的水面 已经跟这个护栏已经是一样高的 所以这里的民众 他们其实长期饱受这样的淹水之苦 所以这一次的会刊 也是希望公务处这边 未来也是能够来协助来看 我们这边的路面的泄水是如何要整治 因此会刊后 曾怡方和里长张仁化建议市政府 应该在现有道路和溪流间的堤防 分道护栏上 打孔设置人力防水闸门 或是重力闸门 让道路在好大雨积淹水过多时 可以透过人力操作 或是自行排路溪流里面 我想自强路五十几号到一百二十几号 这一段地方居民长期饱受淹水之苦 只要每到一下大雨的时候 这自强路上就会淹水 排水卸不掉 那前几年有做一些河川的整治 但是其实还不够卸水雨下的速度 那所以这一次 今天宜方特别找到 金融市政府公务处跟产发处 一起来到现场 来看未来这边的河川 如何来做整治 那由上游的部分就开始来处理 公务处河川水利科长廖胜永表示 设置防水闸门必须要有人员操作 或是借由溪流流量相当大时 才能自行打开闸门发挥作用 而且当初堤防护栏 就是要预防石措坑溪暴涨时 淹上道路才加高 既然是堤防就不会有排水孔 不过在会刊后将规划在 溢激淹水的自强路 提防护栏上 打孔两到三个排水孔 来观察后续下大雨时 激淹水的改善情况 预定近期内就可以进行施工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写助于把火灭的 态度出现 会买到厕制的护栏吗 会买到厕制的连滞